那你知道我们演艺人员 往往创业会在哪里叠交 在人性 第一次创业就三百多平的办公室 隔一年就烧掉了 可是这样子有就烧掉一亿吗 还是还有其他的原因 没有另外商业诈骗 做国际贸易也损失了好几千万 这一亿我看 普通人有的人一百万就买不起来 你还有一亿吗 17年 17年 花了17年 之前真的是人生胜利组 因为我以前也很侥幸 真的是侥幸 就考到台大 后来就进了证券公司 也算是高兴的行业 那在03年突然就 从那个高峰直接摔到了谷底 看到真面试着来 灰哥 这个好像有比较多的 有比较多的 有比较多的 这个初级已经对不到 现在的孩子 我考虑一下 所以的确这个职场的隐形歧视是有的 就在这次的高兴 又这次看 但是我看它是最好的 中文字幕——YK